我们没有见过面,却因为电波而相识。 把你的故事告诉我,就多了一个朋友帮你分担。 不管在美国的日子是苦是甜,都有我陪着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今天的明明信箱节目,我是主持明明。 想要重复收听明明的节目,欢迎登陆YouTube频道,搜索德州中文台,来收听我们现场直播以及播出过的节目。 感谢听众朋友们在YouTube上面给我的留言,每一份信息我都收到了。 非常感谢你们的肯定和信任,其实明明只是做了我自己该做的份内的事情而已。 至于这些建议,我想可能是每一个你身边的朋友都能够给你的。 只不过,有时候有一些自己的隐私,甚至是非常个人的一些隐私,我们无法甚至是羞于向身边的朋友提起。 这个时候,如果你真的找不到人倾诉,别忘了,还有明明在这里。 有什么话想要对明明说,欢迎给我发email,或者是给我的工作手机发短信。 我的email地址是mailbox明明 at gmail.com 工作手机号码832-847-5372 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收到手机中间号是5333的这位听众朋友的短信。 之所以说到手机的中间号码是因为他特意告诉我,希望连手机尾号也要隐去。 这样移民同事们或者是其他的人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再和他的手机尾号联系起来,能够分辨出是谁。 那我非常尊重你的建议。 5333说,明明姐你好,非常喜欢收听你的节目。 我从来没有给任何陌生人发过信息或者是打过电话。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实在是烦恼地无处诉说。 和亲朋好友我实在是羞于提起这件事情,可是他真的是太烦扰我了。 我在目前的公司已经工作有四年的时间了。 我的部门领导是一个好男人,一个中年男人。 他多年来照顾他的发妻。 他跟妻子是青梅竹马的大学同学,毕业之后就在一起结婚生子,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谁知道他的妻子刚刚四十出头就得了一身的病, 而最近两年要求定期洗肾,病情非常的严重。 我的部门领导他很疲惫,也很痛苦,经常向我诉说着生活的无奈,以及太太治疗过程当中的痛苦。 说到情深处,他有时候眼泪就在眼眶里打转。 我真的很同情他,也一直觉得他是现在难得的负责任的好丈夫好男人。 于是就会不由自主地开始关心他,给他带一点我做的午餐啊点心什么的。 就这样不知不觉当中,日久生情。 一次出差的机会,晚上他喝了酒,于是就闯进了我的房间。 什么也没有说,就借酒起色把我推倒在床上,我们发生了关系。 当然,第二天早上,他起了床,哭着向我道了歉。 他说,他真的很饥渴,也喜欢我很长一段时间了。 只是一直觉得对不起太太和孩子,可是他也想过正常人的生活。 他的太太因为病重,他们夫妻早已经没有夫妻生活多年了。 我也算是默默地接受了他的道歉,于是我们开始了沉默的两个人的地下情的关系。 这样的事情已经持续了快有一年的时间了。 同事们已经有人开始风言风语了,因为大家都看得出来上班的时候,他会不由自主地追随着我的眼神,帮我倒好咖啡放在我的桌子上等等。 这些事情,同事们都在后面偷偷地笑我们。 一开始我还觉得有一些温暖,可是最近我发现我的心情越来越不好了。 我知道,我在背地里被人骂是小三,我也一直不齿于明明自己是一个单身的人,为什么如今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成了三? 还有就是,他和太太是大学同学青梅竹马,以前他一直告诉我他是多么地爱他的妻子,而且床前床后地伺候着。 得了肾脸的妻子,现在的状况是非常的严重。 他们一定还是有很深厚的感情,他才能够做到这样的精心的伺候吧。 我到底是他的什么呀? 我知道自己在忍不住吃醋,那些我曾经认为的他的美好的所谓的品德,如今正在向一根刺不断地刺痛着我。 这么一个人前美好的,有品德的好丈夫,好领导,如今在背着妻子,做着这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而我也经常很烦恼,他到底是真的爱我,还仅仅是因为他的性的饥渴。 夜里,我会经常醒来睡不着,眼泪就默默地流下来。 我知道我心情不好,有一段日子了,我不知道该怎么样离开这个痛苦的泥潭,明明姐,我向你求救。 好的,5333,看到你这个长长的几节的短信,我的心情也和你一样,非常的沉重。 非常非常感谢你的信任,感谢你对我这么大的信任,把这么多的个人的隐私告诉我。 有一个人和你分享,可能会让这些事情变得容易一些,能够去找个人去倾诉一下,也会让自己稍微变得轻松一点点。 字里行间,我都看得到你是一个善良的姑娘,一个非常善良的姑娘。 要知道这个世界上做三儿,不是任何一个女人都做得到的,一定是要有足够的没有羞耻心的人,才能够心安理得地做着三儿,而不会觉得有任何的羞耻感。 可是你不一样,我看得到你的善良,和这个部门的同事,你的领导可能是日久生情,可能是因为你的善良,你看到他的痛苦,感同身受。 对他的关心,不知道是同情的成分更多,还是说不知不觉男女之情也产生了。 总之,这个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 当然,从同事之间的关心,到情感的变质,到他出差把你借酒起色推倒在床上,发生了越过底线的事情。 我想这是有一个过程的。 这个过程,不管我们要不要分析他到底是不是真的爱你,还是说就像你说的,他真的就是一个性的饥渴,还是情感的一个饥渴,这个都是有可能存在的。 我们无法去掌握别人的事情,也无法去掌握别人去怎么想,去怎么做,也没有办法去分清你的领导,他到底对你只是性的饥渴,还是说也掺杂了情感的成分。 可是无论如何,那一边是他的发期,他还在尽力地尽着自己的职责。 那个得了肾衰的女人也非常的可怜,病痛的折磨。 我曾经采访过一个有肾病的一个人,曾经听他跟我讲述过,那个喜慎的痛苦,真的是人间炼狱啊,无法想象的那种疼痛,精神上的痛苦,肉体上的痛苦,金钱上的损失。 但是,如果那个女人要是发现了蛛丝马迹,在这个时候丈夫在外面还要去偷心,对她来讲也同样是一个致命的打击。 无论如何,我看得到你的痛苦是因为你是一个有良心的,你是一个善良的女孩,这样的人我们是做不了第三者的。 因为这个第三者的枷锁会让你痛苦不堪,会让你午夜梦回惊醒过来,无法去原谅自己。 就像你自己说的,我明明就是一个准单身,这世界上两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个腿的人还是非常的多。 真的要解决定性的即可,找一个人,随便一个单身的人去谈恋爱,去解决这个问题。 我们不至于去烦恼,我们是不是被人风言风语,我们是不是被灌上了这个三儿的这个名头。 是让人很烦恼,是很让人觉得不值。 如果你管我叫一声姐姐,我也想说,妹妹,真的不值得,值得吗?不值得。 尤其是这件事情已经烦扰到让你夜不能寐,影响到你的健康,影响到你的心情。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我想,你此时此刻就像掉在泥潭当中的一个人,希望抓住一根绳索救你出来,需要外人给你一点力量去走出这个泥潭。 明明节就像给你这样的一根绳索,帮你一把,勇敢地走出来,你具备这个能力。 我们可以活得一身干干净净,不用沾了一身的泥巴地去活着,我们不用让别人背后指指点点,让我们挺起脊梁来,让我们有人敲门的时候,不会觉得心惊冷战。 因为我们没做亏心事儿,不怕鬼叫门。 姑娘,我们可以单身,我们可以谈恋爱,我们甚至可以想开了就算一夜情,只要是你情我愿,只要两个人都是单身,无所畏惧。 何苦熬在这趟浑水里呢? 你需要一点点的力量,就是离开她,不要去分辨她到底对你有多少爱的成分。 女人输就输在了,你跟她是讲感情的,可是她跟你到底讲的是什么,你不得而知。 我不排除,你这么一个善良温情的女孩,是个人也都会喜欢你,也会爱上你,问题是,她配吗?她有这个资格吗? 我理解她的难处和痛苦。 我也理解很多痛苦的婚姻当中,有婚姻之名而没有婚姻之实的这种婚姻。 他们在履行着婚姻之时,这个婚姻实际上,又岂止光光是性生活这一部分呢? 就像你说的,他们两个青梅竹马,那也是有深厚的感情的。 他们共同成立的家庭,还有共同的孩子。 你没有做过父母,你是不知道父母跟孩子的这种血缘的纽带是多么的坚固。 她的那一份家庭,可能除了健康的问题和性生活的问题无法得到满足, 其他的东西是一应俱全的。 那一份婚姻,我们何苦要去破坏它? 如果真的有一天,她的太太发生不测, 肾衰的状况,我们是有这个风险的。 真的是那一天,太太去世了,她是准单身。 那个时候,请你拿着聘礼来去明媒正确,来去追求我。 这个是你可以去接纳的事情,可是今天情况完全不一样。 而且现在美国的科技也是很先进, 她的太太如果只有四十出头,洗肾或者是说状况良好, 也可能会维持很多年她的生命。 而有一个悉心照料她的丈夫, 她也可能会恢复得比这个预想的状况还要好。 所以这一边,她的状况是不得而知, 你也不要去盼望着, 有可能她的太太有什么不测, 她又变成单身。 我觉得这些事情, 天不由我, 我们根本无从得知, 那么用我站在你的角度来讲, 作为你的姐姐, 想要保护你的角度来讲, 不要去想这些事情, 由她去吧, OK? 你第一就是要跟现在的人分开, 分手。 而分手一个最简单的办法, 就是每天不见面, 把她的手机也block了, 就是她的号码跟你block了, Anyway, 就是断绝一切的往来。 而你们之间这种同事的关系是非常糟糕的, 这就叫做抬头不见, 低头见啊。 这个每天即使不说话, 她给你桌上放一杯咖啡, 给你一个暧昧的眼神, 每天追随着你, 这个断就算是断, 她也是每天在烦扰着你, 而且很难一下断得干净, 所以一个比较最鲁莽, 也是相对最有效的方法, 就是换工作, 离开和她共同的每天见面的这个环境, 我想这是一个你最快能够去当机立断的一个好方法。 我知道现如今工作真的不好找, 疫情当下, 不过疫情当下用工慌也是一个现实, 所以我建议你把现在的烦恼暂且放在一边, 赶紧出去找工作, 或者是说跟你的更高的上司发一个email, 跳开你的部门领导, 跳开你的这位情人, 看看在同样的总公司是不是有其他的部门, 你就是说我就想离开这个工作环境, 我想调转部门, 总之就是要离开这一个部门领导, 也许上层甚至对你们的关系也早有耳闻呢, 你都never know, 因为同事们的风言风语, 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千里啊, 据我所知, 很多的公司对于同事之间恋爱, 也是会采取相应的措施, 或者开除一个人, 或者是把他们调离不同的部门, 那么鉴于你们的关系还没有公开, 所以领导及时知道了, 可能暂时也没有办法下手, 那如果这个时候你有一个调转工作的要求, 我想大家是心照不宣的, 如果你有你工作的价值, 如果你们的公司有这种不同的分支机构, 这是最好不过的, 你只不过就是需要换一个不同的办公的环境, 离开眼前的这个人, 如果自己的公司没有这个条件, 赶紧去应聘去找其他的工作, 相信我, 有时候呢, 危机是一个契机, 换了一个新的工作, 新的环境, 没准你就会遇到一个新的他, 因为我们每个人生活工作的圈子也很小, 这个圈子现在看来没有合适你的单身的人, 换一个新的公司, 没准正好有同事是单身, 这就叫做一拍即合, 而且有时候你知道人啊, 这个陷入在感情的漩涡当中, 分手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就是说physical身体上是彼此离开了, 可是最难断的是情感, 哦, 断丝连啊, 以我的经验, 最好的一个斩断情思的方法, 就是洗心厌旧, OK, 有心欢忘了旧爱, 这是最好的最快的一个方法, 这招不知道你能不能用得上, 但是先physical跟它分开, 不要在一个环境里, 这样你会容易跟它分手, 然后非常简短的发一个短信, 我们不要再见面了, 我不想再继续这样的一段, 跟你任何的交往, 请你自重, 好吧, 就是这样一个, 对不起, 我要删掉你所有的联系方式, 请你不要再联系我, 就好了, 一个短信, 然后当然你也可以在找到工作的时候, 开始这样的一个, 明天就人间消失一个最后告白的, goodbye的短信, that's it, 就完了, 不要拖泥带水, 尽快的离开它, 我想这是你离开这个泥潭的一个最有力的龙门月, 一跳就离开了这个泥潭, 明天光鲜亮丽, 我们来到新的公司, 新的环境, 你仍然是你的钻石单身女孩, 好吗, 我们可以去享受任何谈恋爱的乐趣, 找一个准单身的人士, 开始你们的光明正大的恋爱, 可以拉着你的恋人去看电影, 去露营, 去餐厅吃饭, 不用躲躲闪闪, 不用去在意别人的眼光, 好不好, 我想如果不能够尽快开始一个新的感情, 也是要开始新的生活, 拉着闺蜜们去旅行, 让自己的业余生活抱一些兴趣班, 总之占满了它, 白天上班, 见不到这个让你心烦的人, 下了班的时间让自己很充实, 学习一个什么CPA的证件呢, 好久没去学过画画了, 总之就把这些课程安排的满满的, 让自己无暇去烦恼, 很快你就会适应新的一个生活节奏, 就开始了一个新的生活, 不用去搅和在这滩泥潭烂水里, 好吗, 那么在它对你来说, 到底是有感情, 还是说一个性的饥渴, 我想性的饥渴是肯定的, 因为对于人来说, 这是一个基本的需求, 最低级的需求是要吃饱穿暖, 第二级就是温饱私饮浴, 饭吃饱了, 觉也睡着了, 人开始有性的需求, 那么性生活也满足以后, 最高层次的需求就是精神世界的富足和自我实现, 那我们大部分的人还在一级和二级的这种满足当中在旋转, 能先吃饱穿暖都不容易了, 如今物价飞涨, 工作难找啊, 然后能够去超市自由, 也就是说想买什么买什么, 能够做到都已经不容易了, 吃饱了穿暖了, 然后就是性生活的满足, 这个老夫老妻啊, 难免左手握右手都会没有那么好的性生活了, 更何况这位情人的太太已经是病得如此的严重啊, 肾衰尤其是非常痛苦的疾病, 他们已经多年没有性生活, 这一部分饥渴它确实是实实在在存在的, 所以它对你应该说最基本的需求先是这个解决性的问题, 然后精神的世界它也很矛盾, 妻子它们是青梅竹马, 感情深厚, 所以它才能够做到这么多年, 床前床后的去照顾它, 但是这个精神的世界在遇到外面的你, 给它的温情, 一点点的有时候关心它的午餐, 也会被有的时候急得溃不成军啊, 所以以它的角度来讲, 从感情上, 它很有可能也是希望家里红旗不倒外面采旗飘飘, 外面呢, 人前人后还是好丈夫好父亲的形象, 人后呢, 它齐人之福, 什么都该想要的都要到了, 所以从男人的角度上来讲, 它当然希望如此, 它当然希望你最好就是能够默默地去接受, 做它的情人这样的一个现实, 做好准备, 当你跟他提分手的时候, 他一定会反腾, 他一定会不甘心, 不死心, 各种方式去联系你, 就算手机你换掉了, Facebook呀, 什么各种方式, 因为如果你们还有共同的同事, 他想找到你的联络方式, 应该不是一个太困难的事情, 那他一定会继续骚扰你, 这个时候你就记得, 要有一点点凶巴巴母老虎的劲, 要翻脸不认人, 直接就警告他, 我告诉你, 别再烦扰我, 否则的话, 我把你的短信交给我们的上级领导, 你要承担后果, 好吗, 我就此跟你分手, 永远再无瓜葛, 不要来烦扰我, 我警告你, 威胁到就是他的名誉和工作地位的时候, 他会害怕, 他会有一些顾忌, 他会顾忌得到, 所以分开之后做好这个心理准备, 他一定会接着烦扰你, 因为他认为你既然已经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地下情人, 怎么可能到口的肥肉就让你这么跑掉呢, 用现实的问题说, 这个性生活他要到哪去解决呢, 他当然会跟你这儿不肯放手一段时间, 所以一定要做好这个跟他背水一战的准备, 不要爱着面子, 不要爱着什么, 这样的关系了, 也没有什么面子好讲了, 大家就开诚布公, 所以你一定要做好这个强硬的准备, 一旦让他看到你的强硬, 甚至鱼死网破的这个决心, 只有这样的一个威胁, 我想才会让他停止对你继续的一个骚扰, 好吧, 然后至于这个新欢的问题呢, 除了换新的工作环境有可能会遇到以外呢, 其实网络上也有一些准单身的, 不全都是骗子的, 我身边还真有不少的朋友就在网上这么谈啊谈啊, 现在也结婚在一起了, 也很幸福很开心, 并不是所有网络上人都是骗子, 当然骗子不少要小心, 总之呢, 就是要开始丰富自己的生活, 我想这样的一个就是过着一个正常的生活, 它会让你更加容易的去离开曾经的这一段, 你并不开心的感情, 好吗? 天气慢慢转凉了, 有时候我们说分手最好不要选在冬天, 因为会觉得格外的寒冷, 有时候我能够感受到单身的人的这份孤独, 尤其是Holiday Season过节的时候, 过年的时候, 人家都是举家欢腾, 而单身的你可能会就会觉得倍感孤独, 其实这个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回去探探亲, 去拜访一些老朋友, 然后甚至是找同样单身的女友一同出去去旅行, 出门去放松放松, 换一个环境去看看世界, 我想这都会是让我们恢复身心健康愉悦的一个方式, 好好的宠爱自己一下, 然后呢去开启一段新的生活, 我相信善良的你值得一个更好的生活, 善良的你也值得一个真正的去爱你, 珍惜你, 懂得你的好男人, 这个男人他并没有对你真正的负责任, 勇敢地离开他, 好吗? 好的, 后续有什么事情, 有什么需要帮助的, 随时给明明姐发短信, 尽管我不能够过去帮你去扇他一巴掌, 但是我相信明明姐可以做你的后盾, 去支持你, 去帮助你, 让你勇敢地走出这一段感情的泥道, 好的听众朋友, 由于时间的原因, 今天的明明信箱就到这儿, 要和你说一声再见了, 再次祝愿, 朋友们一切安好顺利, 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